走吧出发去接馒头 带着钱别忘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海 昨天晚上我们刚从新的西回到我们自己家 昨天到家的时候呢都已经快两点半了 来到家之后感觉事情还挺多的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去接小馒头 我们现在就出发去我们朋友家 今天激动我好久没见小馒头了 对 但他玩得很好 我们这个朋友住的离我家非常非常之近 这几天非常感谢他帮我们照顾小馒头 而且我们这位朋友非常的贴心 每天都会给甜甜来分享一下小馒头的动态 真的很感谢他 有点害怕一会儿我们见到馒头的时候 那不愿意回我们家了咋办 到了 甜甜一碰到激动的事情 走路都很困 怎么样是不是对我最亲 接上我们的小馒头了 毛变长了现在 晚上回家来给他剪一剪 甜甜今天有点伤心说这个小狗 第一下竟然没认出来 他一直闻然后是那种懵的状态 对我一喊他立马就冲过来 哈哈哈哈 白给你洗澡 哎呦 哈哈哈刚到家有点不太适应 哈 马上把你的窝给拼好 小馒头安顿好了 现在我们也要去买点东西 家里面的口粮已经没了 来韩国超市这边蜜点食 好饿好饿 吃的东西来了 鱿鱼饭 我的草面也来了 吃完饭了 现在抓紧去超市里面买点东西回去 家里面已经断粮了 先来买点米吧 黄瓜吧 这一袋米现在在做活动 17.99 15公斤 很新鲜对吧 可以 小牛菜 再来拿个杆子感觉好久没吃过了 种类太多了 先拿这个试试吧 豆芽拿了今天得赶紧吃啊 不吃的话很容易就坏 哎呦蒸锅 我们家一直都有蒸锅 但是家里都比较大 感觉用起来比较浪费 所以说就拿个小一点了 31块钱这个 拿点五发肉 那吃什么面啊 阳春面还是山东面啊吃这个吧 之前咱们不是一直买这个吗 可以不 我不喜欢吃面条 白问了 差不多了吗 请问 我没什么要买 那我也没什么 走吧 别赞 菜买完了 再去85度C买点早餐吃一吃 热不热 我这肉都疼 买了点这种小蛋糕吐司 还有这啥肉葱面包吧 前面的人很疯狂啊 买这么多 十三点六五这么多 搞定 今天回到家该办的事都办完了 在那很热 早上我跟天下出来的时候 还觉得还行吧 也没有想象了这么热 但是一到中午之后 就真的跟东部那边的天气没法比了 好